主人非常疑惑 最近自己家的狗狗每次吃饭都只吃一半 就算主人怎么劝它也不听话 直到主人发现狗狗留下一半食物的真相 感动得哭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狗为什么每次吃饭都只吃一半 其实不只是人类才有温暖的亲情 动物之间的亲情也十分动人 虽然动物的语言与人类的语言不同 但动物和人类的情感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都是地球上拥有相同情感的生物 也会感受痛苦孤独 当失去亲人的时候 他们一样会释放感情 就像下面这只狗狗一样 男人养了一只名字叫饼干的拉布拉多猎犬 饼干平日里非常乖巧 对人也很友善 不过最近饼干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每次吃饭它都只吃一半 这让主人非常疑惑 而且狗狗还会趴在饭碗旁边 呆呆地盯着碗里的食物 眼神里满是悲伤的神色 难道饼干生病了 主人不忍心看着饼干这样 于是将饼干带到了附近的寿衣诊所 经过寿衣的仔细检查 狗狗的身体非常健康 主人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担忧 既然狗狗没病 那它为什么每次吃饭都只吃一半呢 回到家后 狗狗还是会经常坐在自己的饭碗前面 盯着一个方向发呆 就在这时 主人突然想起了什么 然后感动地哭了起来 原来饼干还有一个哥哥 跟他一样也是一只拉布拉多猎犬 他们是一起被主人带回家的 饼干很喜欢史迪奇 总是会下意识地模仿哥哥的行为 史迪奇虽然还很小 但是他非常爱护自己的弟弟饼干 每次吃饭都会先让饼干吃 等饼干吃饱了 他再吃剩下的一半 主人一开始打算给两只狗狗 分别准备一个盘子 但是史迪奇还是会先把自己的推给弟弟 然后跟弟弟友好的分着吃 从那以后 主人习惯在一个盘子多放一些食物 饼干也一直会留一半给史迪奇吃 饼干吃饱后 史迪奇会把剩下的饭 吃得干干净净 然后睁着大眼睛 仿佛在跟主人说还要再来一份 主人和家人都很喜欢这对狗狗兄弟 然而有一天 史迪奇因病去世了 主人含泪告别了这个小天使狗狗 从小就跟史迪奇一起生活的饼干 更是无比难过 那段时间 他根本不想吃饭 每天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主人非常心疼 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狗狗不吃饭 也没有精神 但是 不管主人怎么打招呼 饼干都不给回应 但是这样下去 饼干是会生病的 主人和家人都一直抱着饼干 不停地跟他讲话 逗他开心 一段时间后 饼干终于久违地坐在了吃饭的固定位置 因为史迪奇已经不在了 所以主人只准备了饼干的那一份 这样想的瞬间 主人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他一边偷偷地擦了擦眼泪 一边跟饼干说要好好吃饭 过了一会儿 主人打算去看看情况 饼干好像已经吃完了 正坐在沙发上休息 但是 看着吃完的盘子 主人又流泪了 盘子里的食物竟然还剩下一半 就像以前一样 就算盘里的粮食减少了一半的分量 饼干习惯性地给自己的哥哥留下了一半食物 就算已经知道史迪奇已经不在了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会这样做 如今 史迪奇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饼干也开始一点一点恢复活力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背后原因 网友们纷纷哭成泪人 留言表示 对有爱的狗狗非常感动 动物通过行为表达对伙伴的感情 虽然跟人类语言不通 但是 我们仍旧能看到 能感受到 动物之间那份独特的感情 都知道狗狗是非常忠诚的动物 也是我们人类最好的伙伴 如果主人有危险了 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去保护主人 甚至不顾及自己的生命 在很多关键的时刻 他们甚至可以救主人一命 男孩家附近总是有一只流浪狗出没 它看上去脏兮兮的 也没有地方去 这让男孩很心疼 于是 每天只要家里有剩饭剩菜 就会拿给狗狗吃 刚开始的时候 狗狗还有些害怕男孩 但经过慢慢地相处 狗狗也明白了男孩的好意 久而久之 狗狗熟悉了这个好心的小男孩 他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每次男孩给狗狗带饭 狗狗都会狼吞虎咽起来 流浪狗狗看上去非常可怜 但男孩不被允许将它带回家 每次喂完它就回家了 但是 有一天男孩突然发现 自己出门的时候 狗狗总是会跟在它身后 一直送它到拐角路口 然后才回到自己经常待的地方 这让小男孩非常感动 这天男孩独自跑出去玩耍 然而走着走着 他看着眼前陌生的地方 非常害怕 家人发现男孩不见后 非常着急地去各处找他 然而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之后报了警 连夜一起在野外寻找 接到报警后 警察和救援队紧急出动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 找遍了附近的每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男孩的踪影 这个时候的夜晚 天气寒冷 年纪不大的男孩 失踪在野外 是异常凶险的 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危险 经过一夜的寻找 他们还是没有找到 失踪的男孩 直到第三天 男孩一直喂养的流浪狗狗 跑到他家门前 对着房子开始大吼 男孩的家人 听到声音后跑了出来 发现狗狗示意 他们跟自己走 他们惊讶地跟了上去 一段时间后 狗狗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男孩的家人 看着眼前的画面 非常激动 狗狗竟然找到了 他们丢失三天的孩子 男孩浑身脏兮兮的 狗狗一直在他身边徘徊 男孩的家人激动地 跑到他面前拥抱住他 原来 男孩意识到自己迷路以后 非常害怕 直到第二天 他听到一个 非常熟悉的叫声 他一直喂养的流浪狗狗 竟然找到了他 男孩看到狗狗以后 表情从吃惊瞬间转为泪奔 他叫着狗狗的名字抱着他哭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狗狗出现在自己面前 狗狗看到自己的伙伴哭 也拿舌头轻轻舔着他的脸 之后 狗狗陪他在这里待了一天 晚上睡觉时 他们还挨在一起互相取暖 直到第三天 狗狗示意男孩乖乖待在这里 然后独自跑了出去 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狗狗的陪伴 男孩会遇到怎么样的危险 男孩的家人非常感激狗狗 将它带回家领养 从那之后 狗狗跟男孩一起 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动物有自己的判断 会知道人类会不会伤害自己 只有感受到你的善意 才会成为你的朋友 只要我们以一颗真心对待他们 就能够得到他们真诚的回应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